《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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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童峰 我是浙江安吉人 我小时候生活在安吉 我对安吉有非常浓厚的感情 我之前创业在宁波的时候 我就想着能够 就是,我基本上每个月 都要回家一趟 看看家里的老人 然后在家里住一晚 每次回来的我的身心 都能受到被疗欲到 因为一个可能是安吉的山水 还有一个就是家乡的情怀 之前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这边生意都很好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 其实在大城市生活的人 他其实对于就是 感情感上面的 其实追求生涯其实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能给他就是现在奋斗的生活 包括忙碌的生活 有一丝温暖 这是我们的口号 就是一个比家更温暖的地方 所以说我是想着本着这个理念去开民宿 包括我们每个设计点 我们希望我们的床品 我们的一些民宿的设施 我们的卫浴 都想着以舒适为主的区域 知道 到开始创业的时候 还不知道 发现其实大家住的 不是说在本林硬件设施设备 可能就是来乡村感受 吃一吃你们自己烧的菜 就那个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吃我们 马上的红烧肉 每次来就是就点这个肉池 现在乡村发展这么好 更多发展这么好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想趁着我们乡村发展这幅红烈 去赚一波钱 但是赚钱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我们可以把很多在城市的人 带来留在乡村 他们来到乡村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有 我当时回来是我一个人回来的 创业 现在我带了我身边三十多个朋友过来 我觉得是安吉整个大环境带来的魅力 包括我们的一些乡村的一些领导 包括一些政府人 都非常支持 我们是没有距离感 他其实也是想跟你聊聊天 包括他其实也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 这些生意不好的时候 他们还会比较担心给我们介绍客户 所以说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我觉得非常有魅力 安吉整个大环境 也非常欢迎各界人士 全球的来安吉发展